其实在每一场大病来临之前呢 身体都会给我们发出求救信号 只是我们没有去读懂它 那如何读懂身体的语言呢 今天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你一定要知道 字简等于自救 读懂身体的语言呢 也等于自救 那这个视频 希望大家一定要多看两遍 收藏起来 并且转发出去 那肠道的求救信号 就是你长期的便秘腹泻 心脏的求救信号呢 就是长期的出汗 而我们大脑的求救信号 就是突然头晕 肺的求救信号 就是经常咳嗽 肝脏的求救信号呢 就是脾气比较暴躁 而肾脏的求救信号 就是咽尿频多 而血管的求救信号 就是身体发麻 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些小的预警 现在的小问题不注意 有可能将来就会发展成大问题 我希望啊 大家都能动动你的小手 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 转发给你爱的人 转发给你的家人和身边的朋友 传播健康 传播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